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的市井 新型的变种Omicron传染速度 已经超越Delta变种病毒株了 即便已经施打疫苗或者染疫之后康复 都还是有可能再次感染 以疫情严重的欧洲来说 荷兰 德国 奥地利已经相继 祭出更严格的措施 英国 意大利等国也打算跟进 而至于美国最新的发展 Omicron占比超过七成 已经成为了主流病毒株 就在欧美确诊力倍增的情况之下 体坛大咖也爆出染疫 35岁网台名将纳达尔 好不容易伤后复出 现身阿布达比的网球锦标赛 结果不止吞下败仗 还在反国后传出感染习惯肺炎 纳达尔周一透过社群媒体宣布 自己在回到西班牙后 PCR检测出阳性反应 目前待在家隔离 消息一出 立刻对相关人士扩大筛检 包括曾在上周 和纳达尔接触过 83岁的西班牙已退位国王卡洛斯一世 所限检测结果呈现阴性 而就怕民众小看新型变种 Omicron的威力 世界卫生组织 WHO在周一郑重发出警告 不止散步迅速 即便打过疫苗或者染疫后康复的人 都有可能感染或者再次感染 以美国来说 目前Omicron病毒株的新增确诊占比 已经扩张到73% 不但超越Delta变种的26% 更大幅高于专家原先预期的3% 已经成为美国的主流病毒株 美国现在每七天平均日增13万例 白宫强调不会封城 美国东北各州已经开始收紧防疫 专家们则把希望放在第三季加长针 只不过目前还不被一般 跟美国大众接受 在证实第三季能有效对抗Omicron的报告出炉后 莫德纳也公布最新研究 当施打50维克的加强剂所产生的抗体 会比没有施打还多出37倍 100维克的加强剂则是大增83倍 疫情在拉警报 世界经济论坛周一表示 将在达沃斯举办的年度会议 从原定的明年1月挪到下初举办 95岁的英国女王也不敢轻呼 决定取消桑德令韩府的传统耶诞聚会 留在疫情爆发后最常待的温莎城堡 渡过耶诞时光 因为Omicron同样在英国肆虐 却整理在一周内暴增五成 逼得首相强僧出面宣布 不排除祭出更严格措施 德国将从28号开始 把私人聚会缩减到最多10个人 且必须是已经施打或者染疫后康复 至于爱尔兰 则规定酒吧和餐厅只能一夜到晚上8点 同时缩减所有户外活动的人数 意大利同样考虑寄出新措施 奥地利则强化边境管制 欧洲民众又一次得在新冠阴影下 度过耶诞与新年 TVBS希望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